大家好,今次的英國時事一週 都會和大家聊一聊過去這星期在英國發生的大事 今次想和大家聊一聊三宗比較重要的新聞 第一宗就是世界杯已經開羅了 而英格蘭如無以外應該可以殺入16強 那是不是真是呢? 今次英格蘭是可以把這個雷米金杯帶回來英格蘭呢? 第二個新聞想說說的就是 新移民的人數是破紀錄 當中有多少是BNO來自香港的港人呢? 而公當亦預告如果他們上台的話 是會大幅度削減移民的配額的 那可能有什麼影響呢? 最後想和大家聊一聊的就是 蘇格蘭是想做一個獨立公投 但是被英國的最高法院阻止了 會談談城市的來龍去買是怎樣的? 先說說的就是世界杯 現在進行得如火如荼 英格蘭第一場就是很厲害 對著伊朗是大勝6比2 大家非常之開心 但是去到剛剛星期五晚的第二場 對著美國就打成0比0平手 有很多媒體和球迷都會覺得 今次英格蘭表現是和第一場是差天共地 甚至在原場的時候 據說現場有些球迷布爾虛聲 似乎對於英格蘭表現有點不滿 很多球迷都希望英格蘭可以再次捧杯 英格蘭對上一次和唯一一次拿到世界杯 就在1966年 當時是主場去拿到世界杯 所以很多球迷 現在都會說It's coming home 這個除了一首歌的歌詞之外 都是承載著很多英格蘭球迷幾十年來的盼望 希望再次可以贏得這個世界杯 因為始終英式足球的發源地就是這裏 希望可以將這份榮耀帶回來本國 今次英格蘭應該可以出線16強 但是會不會有機會可以勝出呢? 牛津大學就做了一個數學模型 通過數學的一些推算去估計英格蘭 或者已經這麼說了 所有國家其實不是只有英格蘭的 勝出機會有多少 從而去推算誰會是最終的冠軍的 放大一個圖看一看 這個就是整個由16強開始他們的估計 他們估計在16強的時候 英格蘭當然可以入到16強 而當時應該預算是會對阿瓜多爾的 估計英格蘭有接近56%的機會勝出 也就是說可以晉級8強 但是這個數學模型就估計 去到8強的時候 應該英格蘭就只有44.3%的機會勝出 也就是說會輸給法國 於是就會在8強止步 而最終的冠軍戰應該就會是巴西對比利時 而且估計是巴西獲勝 事實上在這邊的氣氛都很刺激 在很多傳媒的報導和街頭巷尾 大家都見到有很多球迷 每逢我去做賽事的時候 都會去酒吧、食肆那裏 觀賞的賽事直播 和大家看得很入迷、很肉緊的 除了在這些食肆和酒吧看之外 有時候大家要上班的 那怎麼辦呢? 當然會在寫字樓那裏 嘗試去留意戰果 途中這個不是我來的 我沒有那麼見識 這個純粹是一個仕途來的 不過我自己在辦公室都見到一些同事 真的好像這樣的情況 有些就可能開一個小的畫面 在電腦看直播 有些就在那個瀏覽器那裏開多一頁 就留意著賽果 經常按F5去到不停更新畫面 去看一下賽果的文字描述 最新的通知 無論英格蘭的結果是怎樣也好 有一件事很肯定的 因爲這個 這次的棺材氣氛是影響到生產力 據這個調查的機構YouGov 他們做了一個調查 原來所有的球迷 可能因爲有些是為了看球 而不上班的話 是會導致全英格蘭 有相等於13%的勞動力 是會這段期間損失了 而且這個也不是第一次發生的 在2016的歐洲國家盃 有一次的賽事 就是下午2點的時候 就開始的一個賽事對威爾斯 那場有很多英國人 放下他們的工作去看球 結果當時對整個英國經濟的 生產力的損失 是達到2億5千萬磅 而今次的調查也發現 在所有有興趣看球的 英格蘭的在職人士裏面 每十一個就有一個 就是會Sky Hoth 即是說應該上班或上學的時候 就不去工作不去讀書 即是所謂的射球 這個數字也不少的 而射球的後果也挺嚴重的 途中這個就發生不太久以前的事 就是一年前 當時就是這個歐洲國家盃 左面的這位女士 就有一個應該上班時間 入場看球 這場就不是決賽來的 不記得哪一隊了 那時候英格蘭 因為好壞不壞呢 她是坐正在一個龍門後面 經常 攝影機拍著一些射球的時候 就拍到她的樣子 她很興奮的 結果就被她老闆見到 很快就收到老闆的通知 就不用上班了 因為射球而沒了份工 英國的傳媒 就整理了一些資料 給大家去做個參考 就是教大家 如果大家真的要上班 但在辦公室要留意 這個球賽結果的時候 怎樣可以令到自己去保障大一點 安全一點 不會被老闆發現呢 有些提示給大家做個參考 第一就是千萬不要穿大家 支持隊伍的球衣 或者相關顏色 例如你支持英格蘭 如果穿紅色、白色、藍色這些球衣 或者是穿了一件金戒的 國家隊的制服就小心一點 就是最好不要這樣做了 另外就是上班時候在電腦裏 記緊一定要保持著其中一個畫面 首先是做事的畫面 例如開一個Excel 又或者是開一個Word 有一個文件在那裏 只要有老闆走過 或馬上轉去畫面那裏 就假裝做事 如果你可以在螢幕那裏 放一個鏡子 看著有沒有人在後面經過 就更加好 還有這個提示就是 不可以在球賽開始之前 5分鐘就去Pantry那裏 沖杯茶的咖啡 因為這個太著跡了 可以剛剛在開球前5分鐘做這些事 因為在熱水壺前面的大排長龍 絕對是告訴老闆 你這班傢伙一定是想看球 千萬不要做這件事 早點沖杯茶 還有呢 都是要做些事的 最好的時機就是在半場休息時間 因為如果老闆問到 文件做成怎樣 打了幾個客人的時候 你都有課交 即是我有做事的 讓你看到 雖然只不過是 可能是半場時間趕工做出來的 有些事要表示一下 有做的事 這樣 還有大家千萬不要太興奮 這樣 不要在辦公室裏面大叫 全地 因為這些都是一些很著職的行為 被人看到 似乎你喜歡看球 就比上班 可能會危害大家的工作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以上這些小貼士 第二單新聞想談談的就是 英國的新移民人數 過去一年是創了新高的 我們要講講 究竟會不會是BNO而導致的呢 另外工黨預告了 如果他們上台執政的話 是會大幅度削減配額的 究竟大家是否需要擔心呢 就談談這個話題了 其實數字都幾吊詭的 因為波幅很大 如果看上一年 2021年至6月的過去一年來計算 其實呢 全年的話 那個淨移民的流入 只有239,000人 一年過去了 去到截至2022年6月為止的一年 來到英國開箭新室會的人 竟然是有110萬人 同期也有56萬人離開 所以計一計 淨流入是504,000人 這個數字幾乎可以說是上一年的一倍 上一年是239,000 今次去到超過50萬人 即是跌了一年之後 就大幅度攀升這個數字 是遠遠超越了過去二三十年 創了一個新高的 當中有些什麼人呢 原來過去這一年 最多的一些淨移民流入 是由這些非歐盟地區 導致達到50萬人 而一些英國人 就不是很多 因為可能有些英國人 曾經移居到某些地方 決定回來定居 這個數字也很少 幾萬左右 而最特別的就是 一些歐盟人士 是負數 也就是說 由英國離開的歐盟人士 是多於歐盟進入英國人士 所以算是負數 既然有很多 至非歐盟地區的人 那會不會是來自 香港的BNO人士呢 看回最近的數字 截至到2022年中 即是6月底 剛剛也是和剛才的數字 是同樣的 時期重疊的 其實是說 累積 BNO的申請 有142,000宗 說開又說 如果二年齡分佈 最多的申請人 就是有38,600個 是18歲以下的人士 有很多相信 會是一些申請人的子女 另外就是 第二多的就是 35至44歲 有3,600個人 申請 應該說 另外就是45至54歲 都比較多的 有27,000多個申請 看到也是中年人士 比較多 另外就是他們的子女 為主 BBC有報道 就是說 他們覺得主因 當然都是一些 非歐盟地區人 他們都點名 就是烏克蘭和香港人 但是比較多的 數字認為 就是來自烏克蘭 有17萬人 也有76,000個 來自香港 看這個數字 有點奇怪 剛才明明說 14萬多的香港人 是有申請的 為什麼只有76萬 這個數字呢 我估計 他們引述的數字 應該是說 今年 因為烏克蘭人 是用難民身份 來到英國 都是今年的事 因為今年才是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 可能 這個我自己估計 因為報道沒有解釋 可能是因為 為了公平起見 或者是同期的比較 所以他可能截取了 只是今年的 由香港來的人士 所以數字 比較之後 就會覺得是少的烏克蘭 就算累積來計 香港也只有14萬宗 申請左右 都是比烏克蘭的人士少 所以可以看到 香港是其中一個 主要來源 但是一定不及烏克蘭人 那麼多 另外有更加多的 27萬7千人來讀書 據說這個數字 即是說 拿學生簽證的人數 幾乎是上一年的一倍 即是說幾乎是一個雙倍 移民對英國是好還是不好呢 商界一定贊成的 最近有一個公開的場合 英國商會的頭 他就說 其實這裏是有一個工人的短缺問題 移民是絕對可以解決的 那麼他就說 有三點 第一點他就說 首先其實我們是 有數以十萬計的人 是因為這個COVID 因為這個肺炎的關係 是令到他們不能夠重返職場 如果說他們 最終可以很快回來 就是天荒夜譚 因為NHS受到很大壓力 即是說很多人 都仍在需要治療的階段 所以似乎很難說 很大幅度或者很短時間之內 有很多打工制可以重返職場 第二點他就說 其實根本就不夠本地英國人 去填補這些空缺 而且是有一個技能的一個 Mismatch 即是一個技能的錯配情況 最後一點就是 如果覺得是自動化 即是用機器去代替人手 其實是不現實 Unrealistic 即是說真的需要很多人去做事 相信有很多這些可能屬於 一些服務性行業 例如餐飲業 另外就是可能一些醫護 教育這些行業 就不是那麼容易 用機器用電腦去代替的 而至於政府怎麼看呢 新任的裁相 侯俊偉 他認同其實 而不是很重要 但是細節要看起來 他在BBC Radio 4 早上Today這個program 訪問的時候 說過他就說他非常正面 他認為移民是對經濟有一個非常正面的影響 但是他也強調 其實是需要去改善英國本地人的技能 希望可以減少對移民的需要 即是說need 他認為現在是有個need 有個需要 是有移民人口的 但是希望減少 他講得很清楚 說要減少移民的依賴 所以他就說 為何教育是他們的最大的priority 事實上 在最近這個財政預算 秋季的預算案 大部份的英國政府開支都會減 但是除了 有兩個部份是會加的 第一部份就是醫療 或者NHS方面 另外就是教育方面 在未來兩年是會加成二十幾億的英鎊 希望就是增加教育的開支 是培訓多些的人才 而至於這個內政大臣柏菲文 見到他陰陰濕濕的笑是甚麼意思呢 原來他接受訪問的時候 有提到就是說 同意就是當年的首相 卡梅倫年代定下的方向 就是他認同他都是想做到 就是把移民人口大幅削減 去到淨移民的人數 即是只有十萬左右的每年 這個數字是現在今年的五分一 也挺誇張的 其實不是執政黨想減少移民人數 那麼簡單 最大的在野黨、工黨 他們的黨魁、施己妍 也是有這樣的看法 他最近一個公開的演說裡面 即是剛才講的商界 頭都在這裡的演說 他唱反調 他認同英國是要提振經濟 大家目標一致 但他也同意就是 一定是需要減少移民的依賴 這個第一方面要做的就是 去訓練一些本地工人 即是令到工人有這個技能 去填補到一些空缺 似乎英國的朝野 不分執政或在野 似乎都是贊成要削減移民的人數 事實上這件事是在做的 脫勾之後 英國是引入了這個 計分制的移民計分制 也就是說一定要達到某個分數以上 即是70分 才是可以拿到這個 Working Visa 即是拿到這個 來這裡工作工作簽證 那怎樣可以拿到70分呢 那如果你要來英國的大學 做一個研究員的話 他會看很多方面的 第一方面看你有沒有Drop Offer 有沒有人請你 這裡要計20分 另外就是你的工作 是否去到某一個程度以上的 Skill Level 即是一個技能 不是說一些很低的技能行業都可以 這裡有20分 另外就是你講英文程度 又會計分 另外就是你的學歷 和學科 會不會在Stamp 這些科技 工程 數學這些行業 的一些人士 也會有分 另外就是你的人工 人工要達到某個數字上 才可以有一個分數 加上加上有70分才可以 如果以大學的研究員為例 平均來說 人工只有22,000磅 所以可能在人工方面 拿不到職分 或者拿不到分數 只能夠靠學歷 靠他的Drop Offer 和英語能力去搭救 才可以拿到足夠70分 才可以申請到簽證 大家看到其實 英國政府都是想找到一些高技能 或者是一些語文能力好些 學歷程度好些的人士 和不是一些低收入人士去做的 不過如果職位 那些行業是一些特定的行業 是英國短缺的 譬如醫護 其實它是有另外一個人力短缺的清單 在這個清單上面的人 他們的人工可以低一點 一樣都可以申請到工作簽證 也就是說可以補充到一些不足 就是無論你是高技術的 高人工的 或者是一些有需求的 相對上人工低一點的 其實在這個工作簽證的計劃都照顧到的 我們說一些真的可能是農場做事的 有怎樣呢 其實都有這個需求 因為現在很短缺這些人手 其實在一些相關的工會 或者一些行業的代表都出過聲 原來在英國的食品行業 包括加工行業 又或者農業 都是很短缺人手的 英國政府其實都是有想到這件事的 就推出了一個Seasonal Worker Visa的計劃 這個不是一個長期的簽證計劃來的 沒有記錯應該只可以留在英國六個月 沒有一個條件可以長期居留 就是一些特定行業 比如摘水果 或者在農場打工 可以希望吸引到一些來自海外的人 就是來到英國打工 就是為份人工而已 可以短期居留 在繁忙的季節 就做半年工作然後離開 全方位 英國政府可以想了一套東西 應付人力的短缺需要 即是說 塞住剛才說的商界把口 你要人我們是有政策 給你人力的 不過 我們只是會限於一些我們需要的人 來一些高技術的 高收入的 高學力的人 又或者一些相對上收入少許 但是我們短缺的人手 又或者 引入一些短期工作的 無權定居的一些低技術的工人 這些都是分不同的級數 不同的層次 英國政府想起措施了 如果你不是英國有需要的人 短缺的行業 而你又想來到英國長期居留 似乎門將會慢慢關上 這個會不會影響到BNO簽證呢 我們不知道 來了的人已經來了 他都相信英國政府暫時 看來都沒有放風聲出來 說要連一些來了的人都會 一改政策 即是反口 但是 這個BNO簽證的門 會不會關上呢 這個真的不敢說了 所以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又覺得這個是一個途徑 大家就要想一下 當然 不是說勸大家要移民 香港都是香港好的地方 如果大家真的覺得 沒有需要的 那就回到香港 香港生活都很好 我們都要做一個負責任的YouTube Creator 都要說好香港故事 最後一則新聞想說說的就是 英國最高法院裁決 蘇格蘭的政府 是無權舉人獨立公投 如果大家有印象 其實蘇格蘭是做過獨立公投 為什麼要再搞呢 其中一個原因當然就是 獨立公投失敗之後 其實是曾經出現的一件事 就是英國的脫鉤 成功脫鉤之後 蘇格蘭又會開始聲音蠢蠢欲動 既然你們脫鉤的公投成功了 不如再搞這個公投呢 這個蘇格蘭脫英 獨立 另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現在的蘇格蘭政府 其實就是一些支持獨立派的 做一個聯合執政的 他們當然就是想借這個獨立公投 強化他們的政治本錢 以及伸張他們的政治主張 但今次法院為什麼會裁決 他們是無權做這個公投呢 法院判決就是說 現在的蘇格蘭政府 即是這個國會 其實就是因為 根據1998年的法例而成立的 當時的法例其實是 根據法院的解釋 其實是無權或是無將這個 做公投的 這個獨立公投的權力 是賦予給蘇格蘭政府 這個權力仍然是歸於 西敏治政府 即是整個聯合王國的政府 因為聯合王國的政府 即是現在英國的執政政府 其實是反對蘇格蘭去做這個公投 這個公投是不能夠合法地進行的 其實蘇格蘭政府也提出過另一個觀點就是 即使不是一個有法律的一個 效力的一個公投 會不會可以借這個公投 其實去做一個民意的表態 一個彰顯的民意的機會呢 即是他們會覺得 即使沒有法律的效力也好 他都想做這個 正如剛才所說 就是一個政治上的操作 都希望去展示的民意 是向這個聯合王國的政府施加的壓力 但是呢 法院都不同意一點 因為法院說 其實這個公投就不像他說那麼簡單 純粹是一個advisory的一個行為 其實是一個憲制性的一個implication 即是一個潛在的影響 所以是會踩入了聯合王國政府的權力範圍一邊 所以都是不容許他們去做這種表態式的公投 都不可以 結果當然就是有很多蘇格蘭民眾的不滿 雖然根據最近的民調 其實蘇格蘭都是on the fence 的一半一半 數字不是相差很遠的 就是之前反對獨立的 但是也有很多民眾因為這樣上街 就是說為什麼他們沒有權去做公投 大家見到那個標語 It's our right to decide 就是說我們應該有權去決定 我們有權自決 我也見到一個評論 就好像這個 我在The Guardian的報章見到的政治漫畫裡面 所畫出來 似乎就是對現在蘇格蘭的首席大臣 將他推到一個沒有出路的一個位置 看起來好像有很多出路 但是四條窄路都是條條大到不通的 根據評論所說 其實我也相信會是 就是他們會採取一些比較激烈的手法 去爭取這個脫離英國獨立的 其實這個蘇格蘭的首席大臣 據說他是有嘗試去聯繫英國國會的工黨 就希望可不可以聯繫一氣 去到反對現在保守黨的表態 或者一個政策 希望可以拉到工黨施壓 會不會有機會令到 這個保守黨政府同意這個公投 似乎 這件事應該就不能夠如願 因為暫時 工黨的領袖 司機嫌已經出了一聲 就是說 我們當然不贊成 我們沒有這樣的事 我們沒有跟他們談這件事 我們都不贊成 因為似乎現在說這件事言之上早 但是因為大選 在大約兩年之後 就會出現 會發生的 現在的蘇格蘭首席大臣 他已經出了聲 就是說既然公投此路不通 他就會推動 接下來這次國會的大選 做一個民意表態 好像變相公投 如果到時 一些支持獨立派的參選人 是成功當選的數字比較多的話 可能就形成一個民意的壓力 就是向政府施壓推動到 在蘇格蘭有一個獨立 究竟會不會成功呢 我們就拭目以待 今次的分享就到這裡為止 如果你們喜歡這類型的分享的話 歡迎大家去訂閱這個頻道 按下鈴鐺的圖示 會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 而除了影片之外 我也都有聲音版 大家上去手機上的podcast軟件 輸入講珠就可以找到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除了自己訂閱之外 分享給你的朋友 也歡迎大家給like 以及在下面留言 分享你的看法 除了Youtube 我在Facebook Instagram 和Patreon 上面都有我的專頁 上面有一些移民資訊分享 以及英國的新聞快訊 也都有英國的生活 做一些分享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 有這幾個平台的 歡迎在上面看看 今次分享到這裡為止 多謝你收聽收聽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